好,我们这一节来示范一个有趣的功能 先来示范一下这个功能怎么使用 譬如说让访客购买第二个方案2的时候 他必须先购买方案1 他才能够去来观看这个方案2 即使他购买了方案2 如果他没有看完方案1的话 也没有办法看方案2的课程 要示范一下 当访客点击这个方案2的时候 然后他想要购买这个课程 然后按购买本课程 然后按加入购物车 然后查看购物车 然后前往结账 好,然后最后完成购买 这一段我们就先略过 购买完成之后 他就可以在这边登录课程 或者是他一旦购买完之后 他就会自动登录课程 那我现在先手动登录一下课程 好,我登录一下 好,登录之后 就会跳到我的账号 这一页就会看到他目前购买的课程 就是这个 先上开课平台方案2 行销课程 然后他点击这个课程的时候 先来到线上开课平台方案2的这个课程 然后在Settings这个地方 设定的地方 底下这里 这里有一个课程观看条件 然后把这个观看条件打开 他就会变蓝色的 这边有个条件选取 那条件是说 完成这个课程的任何一个章节 哪一个课程呢 就是这里自己去选择 自己去选取你的所有课程 那我的设定是他必须到方案1这个课程去看 所以我选这个方案1 方案1 表示他一定要看完方案1里面的任何一个章节就可以了 标记完成之后就可以来看方案2的课程 所以这样子设定就搞定了 然后右边按一下更新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在方案2这个课程里面的设定 记得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完成所有的章节 就是说他一定要把方案1的所有每一个章节的课程 全部都看完 才能够来看方案2的这个课程 那我们不要那么严格 只要完成方案1的其中一个课程章节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来看方案2 就是这样的设定 那当然一旦你这样设定之后 你就必须在购买的流程里面去告诉客户说 你要买方案2的话请你先购买方案1 否则就是你自己手动去帮他开启方案1 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去看方案2的这个课程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地方 有两个地方可以去提醒客户 第一个地方就是在购买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首页 我先登出一下 当他在购买的时候这个页面点击下去 这个页面看课程的页面 这边就要先去说明 这里要写说明 告诉大家说请先购买方案1 再来购买本课程 或者是在购买本课程的地方 这个购买车上面也要说明 购买此课程之前请先购买课程平台 开课平台方案1 了解开课平台使用方式 并有本公司协助你架设好专属的开课平台 这边要描述 告诉访客说你要购买这个课程之前 你要先购买这个方案1的课程 这样子去提醒客户 免得造成误会 万一客户直接买了方案2 结果他不知道要先买方案1 结果买了方案2之后 又不能看那客户一定会很不舒服 那当然如果他的方案1 并不是线上刷卡购买的话 可能是拿现金给你 或者是汇款给你 手动汇款给你的话 那你要记得到后台去开启他的权限 让他可以去看方案1的课程 好那这样子的功能 你有没有想过要怎么去做行销 这个线上开课平台非常的有趣 它里面有很多的功能 那有很多功能都跟行销 可以把它做一个串接 比如说刚刚讲这个功能 你想一下 我数到10给你10秒钟想一下好不好 1234567 想一下这个功能怎么运用在行销上面 5 6 7 8 9 10 我现在先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譬如说我刚刚示范有两个课程嘛 第一个课程呢 是你没有买没有看没有看完其中一个章节 你就不能够去看第二个课程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功能就是把第一个章节 把第一个课程设定比较便宜的方式 甚至是零元的方式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要看第二个课程 他就他要买第二个课程 他就一定要先买第一个课程 那第一个课程呢 你就把它设定为初阶课程 甚至是赠送的免费课程 那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希望他看嘛 对不对 希望他看第一个课程嘛 看完第二个课程之后呢 他就很可能会去买第二个课程 第二个课程属于进阶课程 就是你真的想要赚钱要买的课程 那第一个课程呢 设定属很便宜 或者是免费的最大目的 除了刚刚讲的第一个功能之外 让他先了解你的产品 然后进而说服他去买你的第二个课程 第二个功能就是你要取得他的名单 因为现在要取得客户名单越来越不容易 客户现在已经变得 线上的潜在客户 他已经变得越来越精明了 看他广告网上广告这么多 看到广告都已经看腻了 他已经很精明了 一看到就觉得 你又拿我的名单 所以如果你没有给他一个 比较有价值的交换礼物的话 他根本不想留名单给你 那这个线上开课平台 他最大好玩的地方就是 你今天要给他开一个免费的课程 他就一定要注册 他一定要注册 有了这个注册账号之后 你就有了他的电子邮件 然后我们后面的课程还有讲到 这个线上开课平台 他还可以跟电子邮件 自动追寻系统做串接 串接之后 一旦他今天注册你的这个账号 看了你的免费课程 那你有他的电子邮件之后 电子邮件自动追寻平台 他就会开始发送 第一封信件 第二封信件 第三封信件 你可以事先设定好 而且这个开课平台 还可以帮你做Tag 做标签 比如说你今天有 第一个课程 第二个课程 第三个课程 那第一个课程他就会帮你标示 这个人他是购买第一个课程 那这个人他是购买第二个课程 那这个人他是购买第三个课程 他自动帮你做标签 等于做分类的意思 那之后呢 你在这个电子邮件自动追寻系统 你去发email的时候 你手动就可以去挑选 你要发给哪一个群组的人 哪一个Tag 标签的人 你就可以去分类了 假设你三个课程是不同的课程 那你去发信的时候 当然就不要混在一起嘛 三个可能是不同课程的类别 就是让你发送的讯息更精准 现在LINE ATT为什么变那么贵 他就是希望你不要群发一次发给所有的人 他要你分众去发 那我们这个线上开课平台 他就是有这个功能 让你分众 自动帮你贴标签 购买第一课 购买第二个课程 购买第三个课程 购买第四个课程 他都帮你分类分好了 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如果你对线上开课平台非常有兴趣 想要在家工作 想要在家创业 想要利用你的知识变现的话呢 欢迎您加入我们线上开课平台的会员 我们会帮你打造您专属的线上开课平台哦